很多的护证人员现在正在各城镇村里 受理身份证换发的登记手续 以村里为难为一次实施 凡是接到通知的国民 应该携带两张三公分正方光面的正面相片 前往登记并且接受核对 疑似了身份证的人要带三张相片去 正面可以自己前往政府约定的照相馆 或者自选任何一家照相馆拍摄 最好是最近才到的 如果教育程度和职业栏 需要更改的话 前往办理登记的时候 只要出示再学证明书和再次证书 就可以一定办理 有不少人过去一直没有自己的血型 这次配合身份证换发 各村里的卫生所 也同时为了需要的人进行验写 这件工作很重要 因为血型资料记载在身份证上 因为每一个国民自己是一种保护 不知道血型的人应该自动验写 取得写写证明以便在登记的时候 补上这一种资料 居公所和乡镇公所现在也正忙着 按照已经完成登记手续的名册 填发新的身份证 同时根据护记登记部和被每一个人的资料 新的身份证 预定明年1月1号开始 由护灯人员分期到各村里去 收回旧的 同时换发新的身份证 新的身份证 男士们用的是浅蓝色的 女士们用的是粉红色的 换发的工作 预定在明年6月底以前全部完成 庄稍微关于民族的 写证明或近日的 写证明或近日的 预定的